六州选举竞选期迈入第五天之际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踏足六州之宗 最南端的战场森美兰州 为西蒙和国阵候选人催票 他强调只要西蒙和国阵团结一心 森州势必组成最牢不可破的团结州政府 不成还雄心勃勃要在今年内缔造一项记录 不是打造华尔布什的世界第一高楼 而是消除国内赤贫 首相见西蒙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昨晚在森州马拉松市替自家候选人站台时 不但将森州看守大臣拿督斯里阿米努丁的执政表现 作为催票的卖点 他也将森州和布城的命脉相连一起 强调选民支持西蒙和国阵执政森州 就是在加固团结中央政府 这些国家最强烈的力量 此外安华也再次表明政府减贫的决心 事严要让国内各阶层 大约13万6千户家庭脱离贫穷之苦 他会动用部门和机构在内所有政府机关 并动员团结政府成员党 部分种族肤色实现消除贫穷的目标 我身体很多疲惫 近11年入门出门 我没有想成为预党 美国的贫穷 避免的贫穷 最辛苦的国家 这些年轻贫穷的 我把这些年轻贫穷 前年轻贫穷 我叫全部的O 在美国 首相还豪言 今年他要打破以上纪录 不是新建世界第一高楼 不是打造宏伟的桥梁 更不是滑而不实的堡垒 因为光有豪车洋房 无助于穷人福祉 政府要创造的纪录是消除赤贫 哪怕伊党和土团党都不看好 团结政府办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